宇昌案当初为什么会列为机密文件 国发基金在您卸任之后有到您家去做报告 那马总统是觉得不适当 你刚才讲的这几件问题 昨天其实在记者会其实我也都有回答过 何大一的问题 我们的发言人也都解释过了 这不是一个选举的操作吗 蔡英文能不能比喻 嗓子牙牙 宇昌争议 看稿回应 关键敏感问题 逼而不谈 一切交由发言人带打 而另一头 马总统也面临媒体提问 马政府为了三年不办宇昌案 选签敏感时刻才解密 为什么这四年都没有办 或是这四年最后才选签才解密 如果说是仰案的话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公文时间错置的问题 我们倒没有说刻意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给您挑起来 以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比国底 无论是孙玉璇 无论是赵亚东这些人 他们都是推动某一个科技产业 但他们自己都不会戒身其中 马总统也为辩论场没有澄清完的富邦 这次献金争议说明白 有人问过富邦的相关的首长 他们也都说没有 场内没说清 场外继续解释 而宇昌真意 蔡英文辩论前夕先独白说仔细 辩论会后记者会 宇昌工房互批炮火 双银从场内机变一路打到会后的记者会 好 我们还需要问蔡英文女士 你什么时候说了 和这个有相关的官员 等人到你家来报告的事情 你在记者会上不是都在骂马英九吗 你从来都没有交代官员到你家 来报告相关事情的内容 每次都说前一天开记者会了 这样子糊弄大家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要再问一个问题 包括最近常常帮你出来说话的 和美月女士 是不是有涉及说谎 我们看到和美月 确实在新闻的记者会里头 有特别提过说 为什么要否决了南华案 为什么会支持宇昌案 他还说这个南华案是要这个盖场 跟他们的这个目的不符 真的是如此吗 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份公文 这也是这个时报周刊 他们出示的一份公文来揭露说 其实呢 和美月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得报告 他是本次这个开发基金 交通银行欧华创投 共同到美国考察参访 他那行踪过程当中 向开发基金代表 探寻该基金对本案可能的处理方式 并未获得正面回应 令该基金邀聘的专家 何大一博士在会议中 对这一款要之研发成果 表达正面肯定 为对其未来之市场潜力 以及生技药品的量产工业之需求 还持保留的意见 所以我们看到当初呢 这个整个政府机构 在处理国发基金的时候 的态度就像刚才我们很多来宾讲的 南华是差一点点呢 要不是有宇昌这样的半路杀进来的话 其实这个案子应该是通过 因为经过两年的来来回回 然后到美国去考察 可是这个陈咬金杀出来 然后花了几天的时间公司成立 这个两年的案子 马上就被否决掉了 关于这个案子 好像那个叶洪志先生说是何大一否决了南华案 因为这个案子是比较复杂 但是那我那我简单的讲 至少在何大一没有去波士顿以前 经济部是同意了这个案子 那经济部非但同意这个案子 就我们所看到的文件而 那个文件而言的话 去波士顿还是应南华之妖 去的 如果我有说错的话 那我希望连何美院女士更正 那第二个 他们曾经在福华饭店 至少召开三次以上的会议 三次的会议就已经支持所谓的南华案 就是说那我不讲的非常的复杂 至少在福华饭店那几次会议里面 那会议的文件中显示 他们认为因为 因为南华那个时候保证了 就是说美方要负责研发 提供台湾量产技术 甚至帮忙开头市场 这些条件都写在上面了以后 好 何大一就开始去美国 就代表国发基金 去美国 波士顿 他们那个时候去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大概是有五六个人 五六个人同时到达波士顿 到达波士顿回来了以后 那就是姚老师刚刚讲的 第一次讲的 叫做搁置 那所谓的搁置呢 就是说这个药物 他说这个药物呢 是市场潜力 他说认为市场规模不大 药品价格太贵 穷人买不起 没有市场潜力 但理由 那个时候并没有否决 而是第二次开会 第二次开会 那我就要请问 民进党的两个人 一个是图形者委员 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亲民进党的何大一 你在里面扮什么角色 当这些角色 统统确定了以后 南华案就自此夭折 移花接木 被何大一 他们统统拿去了 对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何大一把南华案火解 因为他是审查的委员 然后自己 后来又去成立 一家同样的公司 卖同样的药 然后要求国发基金来给他 今年6月 何大一 他来台湾 然后接受工商时报的访问 那我那时候就开始注意以昌案 为什么 因为我很认真看 那时候访问他 因为我过去很崇拜他 很尊敬他 他说以机委 久疗法艾滋病文明全球的何大一 认为台湾升级业进步很慢 十年前后谈的都一样 所以标题就说 十年都没有进步 我那时候看这篇文章我吓一跳 这十年没有进步 十年不就是你在主导的吗 这十年不都是你 钱也是你们拿走的吗 现在说没有进步 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 何大一认为 台湾升级产业落后中国 现在政府应该加速招揽人才 要做立基型的升级产品 不用投入太多的升级领域 我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过去钱都投给你们了 好 然后记者就用问答了 说你如何看待台湾升级产业的发展 何大一说台湾有钱有人才 有钱是事实 但是 但在升级产业领域上进步却很慢 可以说没什么太大的创新 十几年来 每年来台四五次 但十几年前谈的话题 跟十几年后谈的都一样 政府政策虽多 但无法落实 我觉得政府很大问题就是有口号 谈了一个很美的蓝图 但实际的内容也和执行看不到 好像这些蓝图是你们何大一跟何美业 你们发出来的 还有蔡英文 那何大一继续讲 他说此外 企业集团也很短视 追求的是短期获利 不愿意长期扶持升级产业 不会啊 高一人他们就 就很愿意去投资 投资那么多钱 被你护结啊 那过去我也曾怀抱很大的梦想 希望人为台湾产业竞点心意 后来发现推动很难 所以后来 我透过中研院翁启会院长 现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还有论态集团的董事长 尹连良的支持 成立以昌生计 现在以更名为综艺信耀 所以我和蔡英文都是创办人 不过蔡英文接任民进党主席以后 卸任董事长位置 并把股份都转给其他大股东 这是整篇报道 我让他看得非常震惊 就是说 这十年没有均复 你就是当事人 画蓝图了也是你啊 然后现在说 郑武啊 这样就漏后中国十年 然后讲东讲西 我听了不胜吃惊 撞下 其实现在里面有个麻烦的事情 我刚刚讲的很复杂是什么 因为我们社会 很多人没有把它切清楚 其实切清楚很简单 我们现在讲到何大一的时候 当然脑袋里面浮现的是一个科学家 可是我们刚刚听姚老师和蔡委员谈的 他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我们用生意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就觉得有问题 可是当你有个科学家关缓的时候 一切都没话了 完了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社会是比较 其实坦白讲 这是台湾的悲哀 我们过去也很相信李衍哲 对 我们这社会很悲哀 就是说在普林斯顿 在芝加哥大学 随便上个厕所 不小心半岛一个人 他都是洛贝尔讲德主 可是我们台湾呢 就是洛贝尔讲德主 太伟大了 伟大到这个光环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厘清的是说 一个是科学家 他也可能是生意人 当他是生意人的时候 我们就用生意人的标准去看 我们要忘掉他科学家的角色 如果你回到何大一 他是在这过程中 因为他扮演的角色里面 通通是生意人 我们就用生意人角色里面 有这样子做生意的吗 这个很清楚就不复杂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再怎么样 他只是建议权 掌控那个裁决的 当然蔡英文是后端的 中间有一个人 他恐怕他在职权上 他有没有违背人民托付 他这个责任 所以何美越不能躲起来 因为最后不管要不要 否决或什么 你要不要接受何大一的意见 都是你何美越 何美越不是背书角色 何美越是决策的角色 好 所以我们要回头来 问另外一件事情 从何大一身上要转到蔡英文了 这个何大一跟蔡英文 看来是里应外合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 各自有科技界的关系 然后在台湾呢 他们还有政府的 非常有力的位置 可以就是把国库 通在少数人的口袋里头 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 马英九总统 昨天在辩论会里头 是用了这份公文 直接的来跟蔡英文主席说 你副院长已经现任了 为什么政府官员 还到你家来听简报 所以我们看到 马英九的质疑就是说 现任后还在家听官员简报 根据国发基金的一份公文签成 当然马英九有背而来 民营党的说法说 只是交换意见 所以才约在彼此方便的时间跟地点 这个标准一下又降到好地 我们想想看 若是国民党的 卸任的行政院的院长或副院长 到家里头 听现在的官员的报告 民营党会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必须要很完整的呈现 民营党新闻稿的说法 国发基金到蔡家报告 一切合法吗 针对马英九在辩论会上 质疑蔡英文卸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 还有国发基金的官员 到蔡家报告一事 庄瑞雄 黄帝颖律师 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 他们说 当时蔡英文已经是 卸任的行政院副院长了 2007年12月 国发基金的人员 跟蔡英文约定双方 东方便的时间地点来交换意见 并不是所谓的报告 过程一切合法 请问一下 他已经卸任了 到你家就在交换意见 在交换什么意见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 只要事情到他们身上 一切都变得没有什么小事嘛 可是换过来 他们对于国民党的解释 又是如何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 这里头 我觉得是一个态度问题 请你们先看 刚刚那个记者会里头 在蔡英文的第一次记者会里头 他只发声明 是不接受任何问答的 可是被骂了之后呢 他说好 我接受记者问答 然后可是他的回答是说 我上次记者会都回答过了 可是你大概可以再讲一次吗 我就这一点就请教所有的观众 你们能够接受这种态度吗 刚刚我喜欢明寅你做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这个案子里头需要科技门神 这是何大一的角色 我觉得何大一的角色 真的是可以写一本小说的 因为背后恐怕还牵涉到 很复杂的国际生技公司的诟病案 这个我不在这边谈 因为也跟我们的政治环境无关 但是在科技界 在学术界 在生意界 大家真的可以写一本小说 是非常精彩的 可是回过头来 蔡英文所办的那个角色更重要 对何大一来讲 只有科技门神不够 一定要有政治门神才能确保 从国家能够搬了钱 而何大一刚刚整篇的访问里头 再说一句话 政府拨的钱不够 非常可怕的是 因为他们第二次创投要申请的钱 没有被挣脱出去 对 就没有真的拿到钱 所以第二次的这一个申请钱 就很关键了 12月22号急的要跑到蔡英文家里头 告诉蔡英文说你要申请 你有很多东西你要调整 教她怎么快速申请 重点其实不是我到家里头报告 重点是我要教你如何的快速申请 12月23号 这个何美玉就立刻批了这一份 你看时间有多赶 可是为什么国发基金会拖到 3月18号才通过这笔钱 因为有一些政府官员 把这个事情卡住了吗 我们必须要说 我必须很合理的怀疑 其实当时的官员觉得有问题 所以急着想阻挡 可是何美玉一定压力太大 所以3月18号通过了 可是当时的官员 一定还是想要激励阻挡 才会使得这个案子最后胎死不忠 来 我来说明一下 这些国发基金的官员 跑到蔡英文家里 报告什么事 就是报告台茂安 台茂安 生计创总 这个陈威文还在批评说 我讲不清楚 我现在讲清楚给你 首先就是国发基金 刚才奉剑也讲的是8.75亿 那我们讲是8.8亿 比较好记 是要求国发基金拿8亿多的钱 投资一家公司叫台茂A 因为名字很像 这叫台茂A公司 然后由台茂A公司 再来转投资这个生计产内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台茂A公司 每一年要付给台茂V公司 3%的管理费 如果赚钱的话 还20%的什么分红 还20%的分红 这个钱以后回到哪里去 回到蔡英文上面去 回到蔡英文头上来 这里面的过程里面 国发基金人员跟蔡英文 跑去跟他报告是什么 报告说这里面可能有许多 违背国发基金的惯例 跟可能违法的事情 就是说国发基金通常 如果来投资 某一个创投基金的话 它是有年限的 5年 7年就要结束要回收的 要回收 蔡英文要求说 不行你国发基金 投资到台茂A公司的时候 就要永远不能收回去 这第一个 第二个平常国发基金 可以直接投资到生计产内 因为他已经投资到宇昌了 他没有必要说投资到 投上头的公司 再转投资到宇昌 因为蔡英文想要从中间 来控制这个宇昌公司 控制国发基金的管理权 反正国发基金 不能派董建士到这个公司 是改由管理公司台茂B 去派的人到这边来 这里面的公司 这个过程里面简单讲 就是把国发基金的钱 永久变成蔡英文 可以永远管理的一个资金 这个国发基金人员觉得说 最好是不要这样 不能够永续 而且3%是超过行情 国发基金通常交给人家 去贷管的话 哪有什么3% 1%你就很创意 还有3% 正常行情是2% 那已经超过很多了 然后一般的分红 大概10%左右 不然就要说 都好康的 以一个界障的行政院副院长 适宜不适宜 把他以前的部署找来 这个太奇怪了 对 而且找到家里 去替他做这些部署 所以你刚刚说 那家公司简称为台帽A 我觉得这个A用得好 真是好 还有人A更多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相关发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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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